我自己個人個人順個人的估計及觀察, 大家記得駱惠寧已經退休官員, 駱惠寧是延長任命來香港中聯辦工作, 延長任命眨眼已經年幾兩年, 駱惠寧來了時會否這個延長其實是一個盡頭呢, 會不會駱惠寧其實是想告老還鄉呢, 如果是這時更加可能駱惠寧, 記住駱惠寧一直處小低調, 甚少對特區施政直接說出來, 直接用口或行動揭示一些蛛絲馬式出來, 可能它不是沒有跟特區政府溝通, 但它最少不會隨便向公眾展示, 這一刻一來在國慶期間, 國慶前作為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去探訪住在房屋上出現一些 房屋公義出現很大問題, 即是在劏房或居住環境非常惡劣的香港人, 甚至它形容它見到覺得心酸, 亦見到覺得問題非常嚴重, 這很明顯駱惠寧落區, 它不只是說要在國慶前代表中聯政府關懷香港人, 它某程度上揭示了一件事, 似乎代表由中聯辦作為一個文情收集的渠道之一, 當然中聯辦和港澳辦都是文情收集渠道之一, 在它的情況看下去, 它覺得香港最大最尖銳的深層問題就是房屋問題, 它很清楚地帶了這個問題出來, 也講了一句話, 其實所有要以人民為中心所發展, 意思是香港無論如何發展下去, 無論香港在二十年前, 在董建華期間發展到現在今日, 或是在梁振英或在曾蔣權期間發展到今日, 或是今日由林鄭月娥處理特區行政工作, 所有思維都要先想人, 即是香港人要感受到可能習近平說我幸福感, 才叫擅自, 最簡單的演繹不是你自己覺得我做了事, 不是林鄭月娥經常覺得我一樣拿出來那樣拿出來, 最近都見到它又會拿洪水橋新市鎮出來講, 又會拿洪水橋一個跟前海之間的鐵路出來講, 跟著今日又有線稿, 就拿北環線出來講, 但它不講北環線, 它講由錦上路站去到東北發展區附近, 包括可能黃厚山一些鐵路安排, 這可能它告訴大家, 我不是無想事,我不是無規劃, 房屋方面我不是無想, 我其實有想,我慢慢展示給大家看, 我想駱惠寧所講的講法, 就是你做的所有事, 不是叫一些人人民看到, 是人民感受到的幸福感, 即是你做的所有政策, 你有那麼多時間, 你已當特首第三年, 但如果你說我做了三年, 再加上我之前在梁仔年代, 我做政務司司長, 一直延續著你在施政上, 在行政上的一個地位和能力, 如果連然在各個範疇, 衣食住行方面, 你都令香港人覺得無幸福感, 甚至居住環境外來成這樣, 你們看不到, 又或者甚至如如, 譬如駱惠阿阿阿阿阿阿, 林鄭月娥去到陝西,去到西安, 參加全運會閉幕禮, 當在香港運動, 在奧運會拿得好成績時, 它是一起慶祝, 它感覺好像掃了一個形象, 跟香港人connected, 跟香港人同行, 駱惠恩特意講這句說話, 同行這兩個字出來, 拿回林鄭月娥的說話, 同行這句字, 然後結果原來那些運動員, 在奧運期間不斷向政府控訴, 就是在資源方面, 在資源的support方面, 在他們收益方面, 甚至在一些資源的配合方面, 就算去到他們打完球很辛苦, 要捏回來, 即是要做一個運動按摩運動治療, 都沒有足夠治療師, 甚至在住宿方面, 甚至在運動設施方面都要爭, 這方面原來在奧運期間, 他們講了那麼多次, 每一個香港人都聽到, 林鄭月娥又扮到, 可能不要扮, 起碼他想告訴香港人, 我跟他在connect, 我一樣跟他在慶祝, 我會帶他來特首辦慶祝, 接手, 我會跟特首辦官員, 民政事務局局長一起看直播, 還要告訴香港人, 我現在聽直播時, 吃完飯時, 我在做事, 我還很忙, 你是connect, 但原來你完全聽不到運動員心聲, 原因是你去到陝西, 你露了底, 在陝西西安, 你直接面對運動員, 運動員是在你西安, 即在奧運之後兩個月告訴你時, 你先跟別人說, 我現在才知道, 你不說我不知道, 原來人家在兩個月前奧運期間不斷說, 你是不知道, 這反映到在駱惠寧的層次, 作為中聯辦主任, 他除了講防空問題出來, 他還講了同行這兩個字的深奧, 他其實有解釋, 是告訴林鄭陽聽敲他的頭, 你說同行就要令人民感覺到, 即不只是你自己覺得, 我做了一點點事, 一起看奧運, 一來看得拿獎牌, 你覺得大家同行, 不是這樣, 同行的意思是你住一個人, 你一定有, 住特首辦這麼大地方, 或者你下面的常備, 你下面的政府官員, 全部住二千尺三千尺的一個單位, 原來香港人的平均住宿, 人均居住面積, 還在講一百三十尺, 不知我, 你一個斷萬尺的一個特首辦, 你原來一個人住了, 不是特首辦, 是特首府,禮品府, 你一個人住了, 就算你家人住了, 平均可能一個人有三千尺的住宿地方, 但香港人在講一百三十尺, 你完全感受不到一百三十尺那種痛苦, 這就是同行問題, 可能是為了講這個層次, 他兩個副主任過了國慶之後, 他就開始出來講另外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何靜, 何靜去到北區, 有人演繹就是他支持北區發展, 支持北區成為香港新市中心, 或者新發展區, 其實北區發展區政府講了幾十年, 我數到頭照, 屯門南延線就將屯門南去龍谷灘發展, 跟住在西鐵線上加洪水橋站, 就去到洪水橋和洪水橋北邊發展區, 跟住去到澳頭, 現在西洪基建樓那裡, 跟新田之間也要發展, 跟住河套區, 貼住河套區, 即鄰近河套區, 八十七公里的地方要發展, 跟住河套區的東南面, 就有東北發展區, 古洞北發展區, 再去到粉嶺北發展區, 整個新界香港政府講了幾十年發展區, 但那幾十年後你無建過樓, 那幾十年後你無做地盤平整, 你無建過新的樓, 甚至連現在我們想駕車去河套區, 看看都去不了, 甚至河靜想看看河套區, 要走去洛馬州警署, 一個山丘上面望回去, 他進不了去, 原因是因為路都未起, 問題在於這又是對香港政府一個講法, 第一個講法是香港政府要著重自己的規劃, 自主規劃, 不是深圳想做甚麼你就照跟, 不是,不是深圳想發展前海, 你說我搞這個, 你對應我有洪水橋, 又不是深圳想重建羅湖區, 你說我將羅湖站搬去你一地兩檢, 我出一百億起站, 全部利益或土地增益歸於深圳, 不是這樣,反而他告訴你, 你真要一個很好的自主規劃, 令香港人感覺到你真懂做規劃, 不是只有一個講字, 現在政府拿出來的package, 無論你說洪水橋發展區好, 甚麼都好, 全部都講了幾十年, 不是新的, 不是今日林鄭月娥才講, 林鄭月娥當時在政務權年代 做發展局局長已經在講, 講到現在只有一個講字, 這個似乎是中聯辦主任出來講, 你不可以只有一個講字, 在規劃上, 在香港自主規劃上, 在香港城市發展, 在整個社會發展上, 你要有自己自主能力, 這樣才叫擅自, 去到另一個中聯辦副主任陳東, 他去的主要目的, 就是全部無論去天水或去元朗好, 他都是見年青人, 即是在北京眼中, 香港對年青人的一個交代, 香港政府對年青人的政策完全失衡, 狀況不是年青人反叛, 現在香港每個官員開口埋口說 說是黑暴反叛, 說是不聽話, 說他想事不得實際, 說他不臭米氣, 這些類似, 臨地有一段時間, 是否覺得年青人有罪, 這些講法, 在中聯辦現在似乎想扭曲, 想告訴香港政府, 香港他的講法是這樣的, 陳東其中一句是在天水圍遇到一些 做一些社區半NGO形式生意的小學生仔, 他就說你們真好, 在過去就算有2019年反失禮運動, 又或者跟著疫情, 你們都無躺平, 即是他的意思是在現在香港社會, 當年青人很努力讀書, 在DSC考得好成績, 跟著一入到一個心儀科目去讀U, 在U畢業後, 原來他找不到工作, 這是甚麼問題呢? 這是教育分配問題, 這是社會問題, 還是香港政府問題呢? 還是香港政府林鄭華, 我是小政府, 我不理這些, 還是這樣呢? 你這樣做就令年輕人, 他不躺平都不行, 我讀了那麼多, 辛苦那麼多年, 我一天跑起開夜車, 我考得好成績, 考得25%我可以入到, 即是炒到Sanity Division First Sector, 我入到U, 讀到我自己心儀科目, 出來之後我找不到工作, 就算找到工作, 原來日熬夜熬之後我買不到樓, 我改善不到自己生活, 甚至乎我都是餐食餐清, 甚至乎我想去旅行, 或者我去上去花多些錢, 我現在都是搞不成, 甚至MIRROR, 我想看一看MIRROR演唱會, 炒成二萬元張票我買不到, 現在反映甚麼呢? 就是陳東說話, 就是除了青年政策問題外, 主要問題是香港政府官員, 根本不能切身此地去想一想, 青年人究竟在想甚麼, 甚至乎在他們目光眼中, 要罵青年人下來, 要教訓他們, 將來他們社會主人翁, 似乎中聯辦可能不知會否 駱惠寧遲些真的退休, 可能他退休前講清講錯給香港政府 你究竟現在的問題,